嗨,我是莎拉 昨天呢,我刚从青迈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啊,还不到24个小时 我就非常非常不习惯一件事情就是 在台湾的路上,你要疯狂的吸路人的二手烟 在台湾,我不知道这样是说 因为台湾的人抽烟的人多 还是台湾的人,他们抽烟的人 不介意让别人闻他的二手烟 在泰国啊,其实是很抗拒闻别人二手烟这件事情的 还有在泰国啊 如果说你在别人的餐厅啊,店家前面啊 你在那边吸烟啊,影响到任何人 你是会被驱赶的,你是会被阻止的 你是会被骂的 像前一阵子啊,有个新闻就是说 有一个外国人,不是泰国人啊 就是有个类似欧美人,他在店家前面抽烟 那店家呢,有出来制止他说 就是不好意思,可能这样影响到我们的客人了 结果呢,对方也就是没有离开 然后双方就引起口角 然后最后呢,店家有个帅的啦 提了一桶水出来剖他 这就是泰国 泰国人民呢,虽然非常的友善 友好,善良 但是我跟你说,不要触碰到别人的底线 没有想到二手烟这件事情 对他们就是一个 就是 他们很不喜欢 大家真的很讨厌闻人家的二手烟 对 他们对这部分的接受度 比较没有像淘汰他们中的 对,那 我昨天,就我们昨天到 桃园车宿 就是睡在车上 我就是某某饭店 睡在人家的停车上一个晚上 走在桃园的那个旗楼 这样走路啊,超夸张的 大概一分钟的马路上吧 我可以吸到至少三个人 在那边抽烟的二手烟 我真的觉得 好夸张,好痛苦哦 我不是说我有多爱卿 卖一个人不喜欢台湾 没有,我很爱台湾 台湾也是我的家 但是我昨天一回来 闻到满路的二手烟 我真的,我好想回泰国哦